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若是被严实翻发现 我们根本走不了 夏琳琳摇了摇头 看了看自己脚上拴着的特殊铁链 对惊吓道 你们先走吧 我走不了了 我们怎么可能自己逃走呢 不就是铁链吗 陆一用绣春刀便可以砍断 陆一 你快过来试一试 惊吓焦急地看着陆一 没有用的 一旦这条铁链断了 密室内便会响起铃铛警报声 到时候 严氏翻遍知道我出逃的事情了 大家都走不了 今夏集的直跺脚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陆一来到夏琳琳的身边 蹲下身来 研究她脚上的铁链 她仔细地瞧看一番 问道 这条铁链是终日绑在你脚上的吗 夏琳琳的脸微微泛红 面色间略有些羞愧 若若得到了巨岛 不是 她回来时便会替我解开 陆一继续蹲下来 查看铁链的构造 可是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今夏不解地问道 或许不需要将铁链砍断 我们可以采用九连环的方式 将铁链打开 真的吗 我试一试 陆一按照所学的九连环理念 试着打开夏琳琳脚踝处的铁链 经过多番尝试 铁链果然打开了 太棒了 咦 我们快快离开这里 今夏扶着夏琳琳 紧跟在陆一的身后 往出逃的方向跑去 可是 三人的如意算盘 终究是打错了 严世帆寻夏琳琳十余仔 怎么可能让她那么容易便逃走呢 当夏琳琳刚刚跑出房间时 严世帆这边便得到了消息 她立刻派人来抓捕陆一等人 好在陆一的记忆力惊人 记住了所有的退路 带着他们迅速地撤离 严世帆带领着众人步步紧追 陆一无奈 对着惊吓大喊道 你带着夏大夫先走 我来善后 不可 我们好不容易才团聚 我不要与你分开 你放心 我定会去寻你 不会有事情的 若是你们不走 反而会拖累我 夏琳琳健壮 眉毛微皱 淡定得道 你们不用担心 我自有办法 她从怀中拿出一瓶药水 让陆一和金夏将鼻子捂住 随后 她将药水洒在了分叉口处 依旧是一脸波澜不惊的模样 咦 这是什么药 迷魂药 暂时能够让人陷入幻境之中 不过维持不了多久 说吧 三人又继续赶路 只想快些逃离这个密室之中 正当三人逃到一半之处时 突然间 前方传来了爆炸声音 阻挡住了三人的路 金夏和陆一对视一眼 便立刻赶往爆炸处 查看情况 只见前方的山洞内 黑烟不停地冒出 陆一上前一步 将金夏挡在了自己的身后 戒备地看着前方的事故 突然 一个黑头黑脸的男子 从山洞内跑了出来 一边跑着一边风言风语得道 糟了 糟了 我这是哪个环节出来问题了吗 那男子仿佛没有看见路易等人一般 继续思索着自己的事情 金夏瞧了他一眼 大声问道 你是谁 那男子这才缓过神来 上下打量了一下路易等人 戒备地问道 你们又是何人 夏琳琳仔细瞧了又瞧 试探性地唤了一声道 师兄 那男子惊讶地看着夏琳琳 片刻 突然间飞奔到夏琳琳面前 将他抱住 激动地唤着道 师妹 真的是你吗 师兄 是我 你怎么会在这里 嘿嘿 这个你便不知道了吧 我正在研究一种神秘的秘书 能够将人体的机能 发挥到最大的潜质 让人的武力值飙升 路易听着他的风言风语 突然间抓住了他的衣服领子 大声怒道 所以 枯井外面的狂人 都是你研制的 那男子打掉了路易的手 自信得道 你干嘛 弄疼我了 当然是我研制的 别人也没有这个本事呀 师妹 这回你承认我厉害了吧 路易怒道 厉害 你可知道 你这种行为 残害了多少百姓 让多少家庭家破人亡 喂 你怎么说话呢 我提升人体的能力 让他们在做活的时候 更有力量 怎么是残害百姓呢 你所谓的提升体能的同时 又控制着他们的精神 将他们变成活死人 没有 我没有 我经过实验的 绝对不会控制他们的精神 那枯井外面的狂人 是怎么回事 那男子被路易质问得 哑口无言 他神情恍惚 口中不停地嘟囔着道 怎么会这样呢 先不要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先离开这里再说 夏琳琳担忧后面的人 追赶过来 催促道 路易懒得里那个男人 带着惊吓等人 继续往出口处赶去 我们先离开 我们先离开 我们先离开